这张表列出了国内外开发的几种燃料电池汽车的主要性能指标 性能完全可以与内燃机相媲美 由于质子交换模燃料电池高效、环保等突出优点 引起了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各大公司的高度重视 并投巨资发展这一技术 美国政府将其列为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置为关键的27个关键技术之一 加拿大政府将燃料电池产业作为国家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加以发展 美国三大汽车公司GM、福特、Crestor 德国的Demi Benzer 日本的Toyota Motor等汽车公司 均投入巨资开发质子交换模燃料电池汽车 处于领先地位的加拿大巴拉德公司 已经开始出售商业化的各种功率的质子交换模燃料电池装置 丰田汽车从1992年开始致力于研发工作 1996年10月首次向外界公开了燃料电池汽车 2002年12月在日本国内开始租赁 2005年7月获得车型认证 2008年6月发布了燃料电池汽车 FCHV ADV 丰田汽车公司的质子交换模燃料电池汽车 从研发初始搭载的 就是本公司自主研发的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模燃料电池汽车发布的同时 始终追求燃料电池小型化 即高效化的车载燃料电池系统 已达到单位容剂发电3.1千瓦每升 与研发支出相比 性能已有大幅度提升 随后 丰田FCV Mirai于2014年12月15号 在日本国内开始销售 其燃料电池功率为114千瓦 功率密度为3.1千瓦每升 本田汽车公司自搭载巴拉德的 质子交换模燃料电池汽车之后 2002年开发出搭载 自主研发燃料电池的改良型 质子交换模燃料电池汽车 并于2006年9月发布FCX Concept车型 2007年发布FCX Clarity 并开始租赁 本田燃料电池从1999年到2013年 体积缩小了33% 功率密度达到了3.1千瓦每升 美国Plug Power所配备的燃料电池单元的外形尺寸为33厘米乘以79厘米乘98厘米 质量为268公斤 包括电堆系统0.8公斤的氢燃料燃料罐 充电电池以及直流直流转换器 额定电压为27V 可连续输出额定电流为78A 燃料电池平均功率为2.2千瓦 5秒内可供给400A电流 1秒内可供给1125A电流 电池的容量为550A 制动时电流的再生量最大可达到500A 美国的燃料电池插车寿命达到了12500小时的水平 在室内空间使用具有噪音低 零排放的优点 在我国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上海神力 上海攀业燃料电池公司等多家单位 都在开展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研究 并取得了长足进展 逐步接近国外先进水平 2016年 上海大通在北京车展首次推出了FCV80轻型客车 开启了国产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运营模式 规模约为100台 这是首款真正具有商业化意义的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产品 标志着 中国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 走出实验室 进入了产业化阶段 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整车产品研发上 中国研制的超越系列 上海牌 帕萨特 奔驰 智祥 等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 经受住了高温大规模大强度的示范考核 成功服务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市博会 燃料电池汽车研发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中国燃料电池汽车技术 与日 美 欧 相比 还有相当的差距 2020年之前 可能还不具备商业化的条件 及产品基本处于样品开发的准备阶段 工程化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 续航里程 耗氢量 低温性 寿命等可比的关键技术指标来看 与丰田汽车等领先企业 至少有30%以上的差距 燃料电池电堆 高性能储清贯的产业化条件尚不具备 而且国家层面目前还没有加侵站建设规划 此外 虽然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 已经进入商业化阶段 但目前其价格仍然较高 比如丰田Mirai汽车的售价就高达30万元 影响燃料电池成本的两大因素 是材料价格昂贵和组装工艺没有突破 例如使用贵金属薄作为催化剂 昂贵的质子交换膜及石墨双基板加工成本等 导致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成本 约为汽油柴油发动机成本的10到20倍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要作为大众化商品进入市场 必须大幅度降低成本 这有待于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价格的降低和性能的进一步提高 好了 本次课到此结束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是目前非常热门的车用燃料电池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通过课后查阅相关资料 思考以下问题 一 燃料电池中为什么只有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最适合用来做汽车动力呢 二 除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核心电队外 燃料电池汽车还需要哪些重要部件 三 你认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将来会取代内燃机吗 下次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另一类燃料电池 融融碳酸炎燃料电池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保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